車展 可以做到的 這次真的要站在這裏看 因為我身邊這輛車全球只有兩輛 在1972年 莫尼克舉行奧林匹克奧運會 寶馬特意做了這輛車出來 這輛車亦是M系的始祖 它的名字叫Turbo Concept 專誠由德國運來香港做展覽 慶祝香港寶馬50周年 在當年來說 它的樣子真的夠潛維 又扁又闊又矮 加上勾翼車門 凌得不得了 這輛車是中置引擎後輪驅動 它乘搭了一台2公升直四Turbo引擎 馬力有276匹 內籠是雙座位佈局 你看看當年的統計多麼classic 加上它這樣突出的標台設計 真是超有型 一看它的內籠 就知道是四十多年來的 原汁原味的當年的作品 這輛車究竟怎樣運進來呢 你又知道嗎 現在回帶給你看看 這次展覽的地方 就是港威大廈大堂 所以入車的地方 首先要在海旁 下車 這位老人家已經46歲了 所以相當矜貴 就坐著這輛密封式貨車過來 但這輛密封式貨車 上不到這裏 所以就要將它轉到一輛小的拖車 慢慢一步一步拖著這輛老人家上來 這輛車真的在德國Cassique Museum 運過來搭飛機過來 所以全程都有一位德國人 熱源Charger 看著這輛車 你看看它很緊張 很緊張 老人家有什麼毛髮 掉了一條半條下來 但剛才運上來 聽到一些嘔嘔聲 別說它 我都很心痛 現在在等什麼呢 就等12點 因為根據商場的規矩 12點之後才可以入車 至於這輛車 其實它就說引擎是還可行的 不過這一刻在香港就不能著 所以一會就要推進去 在推車之前 有一個動作必須要做的 就是鋪木板 以免整花地面 由於展覽位置空間不大 很難掉頭 所以就要由車尾入 一邊推又要一邊扭軚 技術經驗真是缺一不可 幸好這輛車都不算太重 大約只是1200多公斤 五個人就已經推得動了 沿著走廊推了幾百米 都算輕鬆 推上台才是最大的難關 為了確保推上台時 它是正宗的位置 所以現在要人手回直 躺右一點 推了上台都未完 為了要將Turbo放在最中間 它們不停推前推後很多次 才擺到滿意的位置 真是看見都辛苦 幾十個人服侍一部車的場面 都算大開眼界了 除了一部經典Turbo concept之外 今年是保馬香港的五十周年 它同時展出了過去五十年來的 五部經典車 當中包括Zetta、E9、8系、E30、M3和Z3 加上這部代表未來的全新i版 回味過去後都要把握現在 其實今次五十周年展覽 其中一部份是同時發佈全新第二代X4 X4來說版本有兩個性能級別選擇 分別是兩公升四缸的30i和三公升六缸的M40i 入門的價錢是六十九萬五千元起 看樣子肌肉感線條豐富了很多 至於性能是怎樣呢 試車才說 為了配合懷舊主題 展覽內其實有些小遊戲 就是這部閃卡機 夠了懷舊了吧 入一元便可以抽閃卡 出來了 不閃的 其實總共有五十本閃卡 這些就是閃中閃 可惜我出了一張不閃的 另一個小遊戲便可以上網登記 然後拿到的KR Code 就去三個不同的Check Point 掃完便去這部機器拿禮物 贏了是有些牽張和車仔在裡面的 好棒